我們身心科很常遇到的 就是或在做心理智商 很常遇到就是所謂的被附身 那被附身專業上叫做解離 就是有些人他真的 他的某一個人格 沒有辦法應對這個世界的時候 他真的會解離出另外一個人格 而且那個人格 你常常會覺得不可思議的人格 去應付這個世界 譬如說他本來是一個 非常懦懦膽小的人 可是他解離出來的人格 是非常暴躁易怒 然後非常的一個 有暴力傾向的人 因為他原來的這個諾諾 退縮的小人格 是沒有辦法去保護這個主人的 所以他潛意識解離出另外一個 非常狂怒的暴怒的人 去應對這個世界 所以有時候你會發現 解離出來的人格 會跟他原本的人格 是完全不一樣 而且這兩個人格 他們是互相都不認識 甚至於我們還有看過 有些解離出來的人格 真的人家會覺得像附身 因為譬如說 他原來不會講英文 他便會講英文 怎麼可能 對 其實有很多是這種人 譬如說他本來 英文單字至少要背啊 所以大家才會覺得不可思議 大家才會覺得不可思議 或者是說 他原來是有近視眼的 他解離出來的人格 沒有近視眼的 連生理都轉變 所以其實我有時候會覺得 在心理的這個機轉上 你真的會發現有很多 真的是我們科學 解釋不了的狀況 那我要考托福的時候 能讓我解離一下